是富卫香三款标示百分百黑麻油 却掺入了黄麻油 让色泽更深 标榜更顶级 而其实呢 这民众在进补的时候 普遍都比较喜欢用黑麻油 主要觉得这个黑麻油营养价值比较高 但是真的是这样吗 同样是冷压制法 价格比较便宜的白麻油 营养成分就没有这么好吗 我们带您一块了解 倒进瓶子里黑到发亮的黑麻油 是民众进补相当爱用的油品 一般普遍认为 黑麻油营养价值高 对身体相当有益 而价格相对比较便宜的白麻油 反而不会去选用 但你知道吗 黑麻油跟白麻油 两者其实是差不多的 那个过程如果就是一样做的话 差不了多少 冷压 冷压黑麻油 冷压白麻油都不错 黑麻油跟白麻油差不多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其实麻油因为属性比较热 所以适合拿来做进补用 只是以前麻油大多用黑麻油酿制 所以一直到现在 民众大多还是选择黑麻油来使用 这是古早的牛团 就是说如果做的人要吃点热 以前是都顺小时都没法进去做 现在是不了解 至于白麻油也是俗称的香油 民众大多用来增添风味 或是制作蘸酱用 但是冷压制法的白麻油 营养价值也是相当高 可以用来当作进步使用 白麻油你要买那个冷压的 最好的也可以 拿黑麻油和白麻油相比价格贵了30到50元 其实不管是白麻油 还是民众普遍选用的黑麻油 只要不是黑心麻油 都有相当的营养价值 也都是民众进步的时候 可以选择使用的油品 中文新闻陈思源 曾孟宇彰化采访报道